他每一次对你示好 背后都藏着一个大阴谋 这一次 你一定不能心惹 来吧 乖乖 吃啊 怎么不吃 这个不是你平时最喜欢吃的猫粮吗 你也太反复无常了吧 你看 这满柜子的猫粮 你是在耍我吗 像你这样反复无常 还希望我像傻子一样继续喜欢你 你今晚就在这 毫灭彼死过吧 这是我做的下个季度市场补项目规划 你看一下 这些不应该是我写给你的才对吗 搞定盛总我就要回副市了 爱者还是要靠你 所以你还是学习一下 还有 你要认真的 从头到尾地看 知道了 谢谢你 我会看的 不 你现在看啊 你趁我现在在这里 你又不懂我可以问我 我可以教你 写的已经很详细了 你看完 最后一页 今天我要剩你一个空吗 什么意思 约会吗 请之下 我 一年前 我喜欢过你 但是重逢之后 你用实际行动告诉我 我们一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谢谢你不拆酒店 昨天我也帮了你 我们算案扯平吧 一年前 我喜欢过你 但是重逢之后 你用实际行动告诉我 我们一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林对他这么重要 你抢得过他吗 对不起 副总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了 他喜欢的是我 你给我闭嘴 我不听 对不起 对不起啊 还是 还是 是 深夜里水流的香蝇 我冲你 因为是你的 真是不尽的梦里 我冲你过细细的 我记得你 我冲你过细的短写 我冲我再冲我细细的 你一天到一冲的瞬间 总是想起你的 我冲你过细细的 对不起 副总 你没事吧 怎么可能没事 他喜欢的是我 你肯定很记得 我一点事都没有 阿姨 你怎么来的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你 后面下很大的雨 喂喂喂 你的鞋子湿湿的 跟你说你现在吸着 你不要坐我沙发 你先站好 他回来了 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 每时每刻 这不应该啊 才两天就恶化这么严重吗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最近无论做任何事情 它都可以出现 并且还挑衅我 说景之下爱的是她 还不是我 我怎么听起来 这个不是你平常的症状 这也不像是发病 像是你失恋了 还是 林其实就是你假想出来的情敌 那个景之下 承认她喜欢的是林 不可能 他们印的嫌疑都结束了 嗯 可是在景之下的眼里 你就是林啊 被拒绝了 是吧 也没有 我都还没表白呢 她根本就不给我解释的机会啊 连解释机会都不给你 真不行 我在跟你说林的事情 你在跟我说什么呢 其实你这个症状 已经不在我专业的范畴内了 我觉得你应该 堂堂正正地去表白一次 这样才能 治好你这个相思病 相思病 像你个头啊 这个就是相思病 你可这天天去想这个人 怎么会不是相思病 我就说了是不是 姐 下班一块吃饭呗 听说酒店边上开了家餐厅 还挺不错的 今天恐怕不行 我妈回国了 和我说下个月就要举行婚礼 千交代万交代 要我陪叶鸣去选婚纱 什么 你要和那姓叶的去选婚纱 不行啊 结婚可是人生大事啊姐 对啊 我头都大 你有认识的婚纱店 知名度高一点的吗 我有个朋友好像是开高档婚纱的 叫什么 第二精品婚纱 就在中兴广场那儿 不 副总 这是我们一会儿吃饭的 喂 木材供应商资料 喂 您不发 那我一会儿把定位发你啊姐 然后咱们前期合同 已经过得差不多了 到时候就是需要您 在最后确认一下 到时候呢 然后我给您发你 副总 他跟别的男人试婚纱都不告诉你 我觉得他 根本就不在乎你 副总 材料供应商要到了 你去地骨开车 我在门口等你 好 你要和那姓叶的去选婚纱 不行啊 结婚可是人生大事啊姐 安心 听着 我有点事情要去处理 顾应商的宴会你给我去了 先生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 不好意思先生 没有预约室不能进去